俗女白天很多事 俗女晚上有親事 幫你搞定 俗女家務事 犯太歲 不要延緩那個手術的時間 他如果早一點去做 算公你現在還在的 他現在每年都在犯太歲 真的 每年都在犯 這個開到非常危險 講得很保守 他是奇怪耶 不過不到三個喔 後來就不開了 四個動作之後就 就死掉了 你不開是絕對死的 願意拼一次的話 還有三層的機會會活 你知道前一陣子 就是有一個麻醉科的醫師 他就在網路上跟大家分享 他遇到的一個案例 就是說像他要在幫病人 就是手術之前 不是麻醉科醫師 會來幫你打麻醉針嗎 對 所以在手術之前 一定會詢問一下 相關的身高體重 家族病時 或是你有沒有一些 藥物過敏等等的 然後就有一個女生 他就謊報了他的體重 六十幾啦 然後呢 結果那麻醉科醫師看一看 就講說 我覺得就是 你可能還不知道手術的風險 如果你謊報體重的話 可能會醒不過來喔 好可怕 等等的 就恐嚇他 然後那女生才就是 很信不甘情願的 然後說 八十五 然後爆六十 這東西真的很嚴重耶 如果劑量沒有調好的話 那刀真的會風險增加很多耶 沒錯 所以啊 其實我們數前數後啊 其實有很多相關的事件 都有可能影響到 我們治療的後果 所以呢 我們要來問一下江醫師 就是呢 有沒有病患 他做了哪件事情 結果真的影響到他的治療 高中生喔 就善氣嘛 要開刀嘛 年輕就善氣一定要開刀的 不然你長大怎麼得了 那不知道善氣不要變多大 就在他暑假的時候 就來那邊開刀 然後住院啊 他禮拜二 禮拜三開刀嘛 我們都會告知你 禮拜二晚上十二點之後 不要吃東西喔 基本上大家如果有開刀 經驗的人都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那天好死不死 白天急診室 一直送急診刀上來 就延遲 所以他排不到 就來了三天的盲腸炎 就沒辦法 本來下午一點預定要開刀 讓他先開盲腸炎 那個是有危險性的嘛 對啊 就一眼再眼 一眼再眼 等到他開的時候 是晚上九點多 然後來開嘛 本來一開始也覺得沒什麼 就是病人家屬臉臭臭 然後病人臉臭臭的 等了一天 就心情不是很好 還是得開啊 進來 開始麻醉 麻醉可以這麼硬麻 就很倒楣 病人剛好要插管的時候 起了一個嘔吐反應 嘔吐 正常來講的話 如果你這麼久的時間 沒有進食的話 照理說 嘔吐出來的東西 也是一些水而已 對 有個胃酸那些東西 不是 吐出來有涼麵 有涼麵 還看得到是涼麵 就吐出來 就很緊張嘛 因為什麼 就很怕他吸入心肺炎 就怕他嗆到 當然可是你當下 也沒辦法確認嘛 就趕快把他嘴巴吸乾淨 這個還是 因為已經麻下去了 都已經麻下去了 還是得插管 就照開嘛 我們當時也純粹想說 因為一般就算這樣吐 大部分人其實也不會有事 就隔天 病人就發高燒 胸部也是萬一照 左邊的肺白掉一半 標準的吸入心肺炎 就為了這個 善機的倉口都好了 吸入肺炎 住了兩個禮拜 所以在二都要忍住 要忍 對 不然就要半夜起來吃 沒錯 可是魏醫師這邊有遇到一個是 就是病人很聰明的自行處理 沒錯 這是一個十九歲的體育 那他其實到北部找朋友玩 那他就發生車禍 那當時的傷勢是我們手掌的 長骨有骨折 然後小腿有骨頭有骨折 那所以他當時現在 北部做的初級 因為他還年輕 而且家人都在中部 所以其實他剛處理完 剛開刀完之後就 他就要求 是不是可以轉回中部 讓家人可以就近照顧這樣子 沒想到這個弟弟 他轉回中部之後 他回中部也不是回家裡 也不是回醫院 他就直接回宿舍 就是自行照顧 那不知道是他聽錯還是怎麼樣 其實他一開始做了熱服 而且他還自己發明了 所以他其實 那時候被送來急診室 他的手的傷勢和腳 其實都非常的腫脹 非常的疼痛 他實在是受不了 所以他其實就就近 到了中部的急診室 那我們一看 他那個腳腫還不打緊 他那個手其實 幾乎是腫了兩倍大 他做了熱服 有整個血腫 讓手腫脹疼痛 而且他那個腫脹到 就是他的末梢的神經 還有循環已經開始在變差 幾乎要出現所謂的 如果真的再嚴重下去 他其實那個手掌 還要再動第二次手術來檢查 什麼叫腔症症後期 其實就是我們的手肌肉 其實外面有一些肌膜 那當你裡面的組織在一個腫瘡 他腫瘡其實有一個極限的 當他腫瘡到一個極限 壓力過大的時候 會壓迫裡面的神經和血管 所以會造成你 你局部的循環 還有神經反應都變差這樣子 對 好 那潛醫師這邊的狀況是 對 我這個病患 他是一個五十歲的中年男生 他機場接到這邊追蹤 後來追蹤他有一個肝癌 肝癌那時候我們就把它 轉介到外科去開刀 他開刀很順利喔 整個種的都切除掉 那開完刀之後 他引流管拔掉之後 外科醫師就說 你這個傷口都不錯 我們就再回去前醫師那邊追蹤 看起來真的是恢復得很好 那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就這幾個月 你就要小心啊 就是說你盡量不要用太用力 肚子 因為肚子剛開完刀 雖然傷口很小 但是因為你本身有肝硬化 你血功能不好 所以你盡量還是不要提一些重物 或一些太粗力的動作 還是不要用到力 那盡量就待在家裡休息好了 就多休息幾個月 差不多到兩個半月的時候 他就回來 回來我們就提早回來 就他是說他覺得上腹部 就開到那個地方有點不舒服 悶悶的痛 還是不太舒服 那時候我就趕快幫他 安排個超音波 腹部超音波檢查 檢查起來發現 真的在肝臟切掉的旁邊 多出一個差不多四公分 橢圓形的類似腫瘤的東西 腫瘤的東西 那時候我就想說奇怪 那麼短時間會長出來嗎 會復發嗎 我想說有那麼快嗎 我們想說好吧我們再做個電腦斷層檢查 電腦斷層做起來還好 他不是癌症也不是復發的腫瘤 他只是一個血塊 一包血在那個 就是形成一個血塊 載在裡面 可是剛開始我沒有啊 這是什麼 隔了幾個月又再跑出來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問他說 這段期間你有沒有做什麼用力 肚子用力的動作 他說沒有 因為他有聽我們的話 因為他自己也很害怕出血的問題 所以他平常常常遊山玩水 假日都會去騎蹤跡啊 去錄影什麼的 那他就是他是很外向的人 但是他這幾個月 他說我都待在家裡 都很乖啊 後來我就說 那不然你平常在家裡做什麼 他就說 有就平常就是請那個朋友 來家裡聊天啊 還要做什麼 他說就唱歌啊 就很輕鬆的工作 對啊 就他的老婆就突然說唱歌 他說他突然老婆就想起來 他說其實我想到了 應該是唱歌 怎麼會唱歌 他說他老公唱那個什麼 《翔陽金陶》 他就很用力啊 就會飆高音你知道嗎 有需要到他 就叫我回音 就是一定要把它飆過去 他一直重來 就像天地 剛剛沒有過要再講 怎樣都要撐過去就對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 他每次他說老公都唱得 那種臉紅脖子粗啊 所以他一定萬萬沒想到說 唱歌可以唱到他就是 唱到一直在滲血 所以我們也沒想 很少碰到這種案例啊 可能肚子太用力啊 然後驗慮之後 可能一些微小的習慣 就真的破裂了 但是有一個好處 至少我們知道他是用 丹田唱歌 是對的 如果你用喉嚨的話 可能唱出來就像我瓜哥 對 會造成鄰居的困擾 對 好 來 朱醫師這邊有一個 很特別的例子 我想先回一下陳醫師 我記得我好像有 Facebook上面 有看到您講這個案例 然後下面有一個 我同事就有推一文說 他曾經有 就是看到一個病人是 自發性氣胸 為什麼 自發性氣胸 唱到氣胸 對 其實我覺得 大家真的是用生命在唱歌 真的 大家真的是 真的是用生命在唱歌 是 不過我要分享的是 一個 我遇過一個中年女性 是 那她本身本來是很胖的 那種一百多公斤 所以她就去找了 一般外科醫師 然後做了縮胃手術 那其實做縮胃手術 其實是非常的有效 所以她做完之後 她就立刻掉下來了 大概五十公斤左右 可以掉一半喔 可以 我記得她是從一百二十幾公斤 然後就降到大概七十幾公斤 然後而且還持續在下降中 所以她其實你看一個 譬如說我們懷孕過後 是不是如果肚子縮回去之後 就馬上認成紋 然後馬上肚子就多一圈 就會縮 那她瘦了五十幾公斤 她是整個就是 肚子啊 然後屁股啊 然後手臂啊 全部都有很鬆很鬆的皮這樣子 然後你就還可以這樣子 翻上來翻下去的那一種 所以像那一種的話 通常她們都會找我們整形外科 然後把那個多餘的皮膚 給切掉這樣子 那既然要把多餘的皮膚給切掉 這勢必就是一個傷口非常大的手術 而且她切了這邊 然後切就是兩邊的 就是蝴蝶袖的部分 然後還有切肚子的部分 那因為它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手術嘛 所以我們都會叮嚀病人說 有沒有抽菸喝酒嚼檳榔 那喝酒嚼檳榔可能還好 抽菸 抽菸是最重要的 我們會問的 因為如果你真的有抽菸的話 抽菸會導致 然後傷口就會變得非常難癒合 那我們當然也跟這個中年女性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然後要講到戒菸什麼的 那當然就是到了 她也當然答應我們啦 最後到了就是 快要手術的時候了 那就是術前 我們還要再評估一次 然後我們就問她說 那妳有沒有就是戒菸了 確定沒有在抽菸了嗎 那她就支支吾吾的 就是有點 就是打不上來 然後就說 有啦 抽的比較少了 然後我們就說 抽的比較少是怎麼樣 結果最後發現 她其實還是不斷地在抽啦 就是一天還是抽好幾支這樣子 可能她也真的有努力過 但是我們就跟她講說 像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還是不建議 做那麼大的手術 那如果你真的 還沒有準備好的話 我們手術隨時 就是可以再延期的 但是她就說 請假都已經請好啦 然後什麼 對 而且不想看到自己 肚子壓一火 對啊 然後如果要再拖的話 她也不是很有自信說 她是不是再拖下去 她就真的能夠戒菸啦 反正各種理由 那有時候你真的也是 擄不過她 所以最後那一個病人 就是最後還是 接受了手術了 那果然 手術之後呢 她還是在抽菸 到了門診 一看她的傷口 就是 因為血液 沒有辦法流到這個 最遠端的地方 所以導致她 遠端的地方沒有血液 她就沒有辦法癒合嘛 等於說她那一段 都是缺血的 缺血了就慢慢壞死了 所以她沒有辦法 跟另外一邊的那個 傷口的這個傷口圓 然後互相就是合在一起 所以她就癒合 變得非常的困難 最後 明明大概就是兩個禮拜左右 就應該要完全癒合的傷口 她拖了一個半月 然後才陸陸續續 每個地方才癒合 聽起來好悲傷 真的很需要 因為人家被人幼稚去抽 放不下去 對啊 不吃死活 好 那王醫師的病人 是做了什麼事 其實我們很多慢性病的病人 都會開藥給病人吃 那病人有些要吃一些阿斯匹林 因為她有心血管疾病 也有糖尿病 都會跟她講說 你要去開刀之前 可能五天到七天 要把阿斯匹林停掉 然後跟你的醫生講 這樣問題就可以 那手術的時候會比較好 對 結果前一陣子 我一個病人跑來 一跑來之後 一看到他 然後一看說 醫生 醫生 你要幫我打抗生素 我說什麼問題打抗生素 因為我剛才去拔牙 拔的時候 拔了 一個多小時 然後呢 醫生止血止了兩個多小時 我說 那你有跟你的醫生講說 你有在吃阿斯匹林 要停嗎 有啊 我停了五天啊 我停了五天啊 因為基本上 因為我上次來看你 都兩月多之前啊 我說停五天這樣沒事啊 怎麼會出這個問題呢 雲出來哪裡 因為上個月 他有經濟從美國回來 給他買了什麼 魚油給他吃 魚油是通血路的 他就想說 我就 魚油一樣吃嘛 然後他一樣 想說阿斯匹林停 魚油沒停 然後這樣的結果呢 導致他那個 流血 就比較不容易死掉 不過還好 反正嘛 就是 醫生就是塞那個棉花 塞久一點 只是拔了比較久之後 整個臉腫了跟豬頭一樣 兩個禮拜才消 那這種Case就是比較好的 對 那另外案子就是一個比較不好 有個病人 因為年紀比較大 他那個本身有 大腸癌 他剛好 好小不小 再看到前差不多幾天 他心肌梗塞 就心肌梗塞 你知道嗎 心肌梗塞一定 一定是最嚴重嘛 去做心導管 放支架 放完之後呢 吃那個抗瀰血劑 有吃 一次要吃兩種抗瀰血劑 那吃了抗瀰血劑之後 想說過了兩三天 也是表定要 大腸要開刀 他這個手術嘛 就簡單的就是 達文西內視劑 應該基本上 也還算簡單嘛 視血量不會超過100 達文西是 就是傷口很小 很小 基本上應該OK 所以手術就開進去了 開進去之後 因為他因為 凝血沒有辦法凝 就是變成整個四腔裡面 裡面都是血 那像這樣子 達文西也沒辦法 因為他流血量還是很大 就說只好 從達文西改到 一般一般的 那看到你知道 一化開之後 傷口越大 血流的越多 那這個當中 血就止的 就沒有辦法止住 根本止不住 所以這個結果 就是一個不好的結果 從常說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常講 其實醫生交代病人 我特別強調 就是我們跟病人講的話 就是說基本上 其實如果真的病人不確定 都在問你的醫生 對 通常家庭醫師 我通常就做這種諮詢 可是這個真的很可怕 時間很重要 我覺得時間很多 台灣人很多因為鬼月 去延緩或翻太歲 不要延緩那個手術的時間 醫護延緩下去 有時候你付出的代價 是非常大的 我有一個六十幾歲 他糖尿病 然後他平常控制的 也不是很好 那他在我門診 我看他那時候 腎絲球過濾率 還有五十分 大概還有一半的腎功 可是他最近很奇怪 就稍微爬樓梯走快一點 他就會悶 就會不大舒服 那我一看 這大概是一些 冠狀動脈的心腳痛 那建議他說 這個要做那個叫 心導管手術 其實心導管手術 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手術 但是他對我們腎臟科 有一個風險 你知道心導管手術 要打血癮劑 而且打很大量 他是一個很傷腎臟 所以任何一個心臟科 醫師一定要看他的 那個腎臟功能 可他五十分OK 還是可以 要三十分以下就危險了 有可能打下去 當天就要洗腎喔 所以可是那個病人 因為五十分 是讓當天那時候是可以做的 可是他說 可是命理師跟我講 今年犯太歲 我想要 他那時候大概六七個 他說再撐個半年 他才要 他說他再怎麼樣 他都不願意這時候進 什麼導管室 他說不要 一定要撐到年底就對了 一定要撐到過完這個年 那醫師拗不過他 就開一些藥物給他吃 半年過去 那又開始 他以前就是運動才會痛 所以現在是看電視 休息的時候也會悶 還要喊喊點 那個叫做不穩定心腳痛 不穩定心腳痛 預測著隨時會心肌梗塞 所以那時候根本沒得延遲 當然他後來到心臟科 可是心臟科醫師 看到他換心臟科醫師 不太敢做了 因為他深思久過濾 在這半年降到剩下二十分 身臟承受不了 他可能幫他做完心導管 他當天要洗腎 可是沒得拖了 因為他已經不穩定的心腳痛 跟家屬講還是做 做了果然就洗腎了 那一次住人就洗腎 那從此就一個禮拜洗三次 那我在想 我看到這個案件 我在想說他如果早一點 去做完那個心導管 又沒事 聖功人現在還在的 每年都在犯 對 這個有時候 有些真的是 是延緩不得的 對啊 我覺得有時候 不要太迷信 但是有時候 身體有一些狀況 就是會逼得我們 可能也會影響到 那些手術的進度 或者是影響他的品質 對 潛醫師就有遇過 這樣的狀況 對啊 我現在談的就是 那個我們內視劑 就做胃鏡去止血的 這個案例 他這個病患 他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先生 他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本身有那個帕金生死症 平常就會抖 服藥控制 但是控制得還可以 可是有一次 他就是很厲害的 腸胃道出血 就解黑便 在家裡甚至還吐血 就出血量很大來急診 那急診當然就 第一個反應就是 聯絡我們去 到我們的胃鏡室 來做胃鏡 看能不能做胃鏡去止血 然後那時候 那其實他躺在那個 我們在治療床上面的時候 其實整個人抖得很厲害 可能是因為有打點滴 整個可能血液裡面的 藥物濃度都下降 還是怎麼樣 整個抖得非常厲害 全身都會抖 那我們就請那個 麻醉科醫師來說 你會幫我們麻醉一下 然後讓他能不能鎮靜一下 我們再來做檢查 麻醉科醫看 他發現他血壓實在太低了 然後抽縮壓只有八九十 他說這樣麻醉 其實也很危險 那你看能不能勉強做一下 然後就試著做 不要打麻醉 就這樣直接這樣做 他說我們為了要止血 我們就想說好吧 那還是試試看 可是這位先生真的是抖得 他也不是故意的啦 他就這樣可能一方面有緊張 一方面他疾病的本身就抖 結果內視鏡做進去 真的是整個畫面都在晃 就是你可以看到 因為他這個呼吸也很急促 整個胃裡面動得很厲害 就其實很容易 就看得到那個出血的地方 就潰瘍其實馬上就找到了 就只是看到他那邊 在慢慢慢慢在流血 那其實我們其實一般人 其實稍微旁邊打個止血針 就OK了 可是他真的整個胃晃得太厲害 止血針 針插下去之後 就對不準 反而又製造了一個傷口 然後就從那個針孔又在流血 他怎麼辦啊 他就試了幾次 他就覺得沒有辦法 但是又 因為這樣就直接去開刀 也不太合適 我們想說試試看 後來他想說 還是要想辦法解決 還是沒辦法 他就跟旁邊 旁邊我們站的就是 我們比較年輕的 就是在我們科的總醫師 在實習的 然後就是旁邊站 他說 反正這樣也很難做 不然給你做 就是給他試試看 就反正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這個老師也沒有辦法 結果那個學生 就是拿到就是說 看到對著那個畫面 畫面晃得很厲害 晃得很厲害 他對著他 就一針下去 就剛好抽到 就對到了 神射手 然後就說奇怪 怎麼那麼厲害 後來他後來再試 因為他就不只打一針 大概打個三針左右 三到四針 慢慢就把那個潰瘍 旁邊都打滿止血針 然後他就寫就止了 就很順利了 就出一出 拿出來 對 他說老師也就 對他刮目相看了 說平常怎麼練 對 他說你有在練這個胃劑 他說沒有沒有在練 我說你平常為什麼這樣 他說我想 夾娃娃你知道嗎 夾娃娃機 夾娃娃這個爪胎會很壯 他會在甩那個 甩那個爪子這樣 他就說我平常有這樣在甩 然後他就甩 看到就會甩就爪 他說很習慣 這種晃動的模式在對著 這個時期是不錯 懂事 對 因為這麼說 老師台階有得下 對啊 老師就說 這樣 對 也不會讓老師不好看 很尷尬 不會啦 老師會很開心 名師出高圖對不對 好 不過注意是這個案例也是 整形科也是常常會遇到男性 我們常常會接受到一些 譬如說 男性 但是他有像女性一樣的乳房 這個叫做 男性女乳症 那女乳症他真的他的 就是像女生的胸部一樣嗎 他有時候 他其實是有程度的區別 但是有一些比較大的 確實看起來就是像 女生的乳房那樣子 可能至少可能BC罩杯都有 那一位男性呢 他就找我們想要處理 他男性女乳症的問題 那同時當然我們也會問他 有沒有剛才說過 抽菸喝酒 嚼檸檬的問題 那再來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你有沒有什麼慢性病史 尤其是我們外科特別重視 有沒有糖尿病 你一定要先把血糖控制好 控制在一個穩定的狀態 然後再來做手術 會比較安全 那當然我們也是提醒病人說 你這個血糖這個抽起來 三四百 那我們還是建議他 到新陳代謝科去 然後稍微調整一下他的血糖 然後再回來 那在接下來的一次 他回來了 然後我們幫他做抽血了 抽出來的血糖 大概兩百左右 那我們想說兩百 很明顯有進步 好像是有進步 後來就還是幫他開刀了 那開了刀之後 傷口還是愈合不良 那後來我們才知道 原來他根本就沒有到 新陳代謝科去 然後去調整他的血糖 那他那兩百怎麼來的 那兩百怎麼來的 很簡單 其實他好像 餓了兩三天 他就是為了要騙過 當下的那一個抽血糖的 那一個檢查的數字 那所以他餓了好一陣子 那抽起來的血糖 相對而言 真的會比較低 但是事實上 如果我們在真的很精密的 去抽他的糖化血色素的話 其實就可以知道說 他其實長期以來的血糖 應該就是不好的 因為也沒想到有病人 就是這麼的冒險 對 對不對 因為這關係到自己 沒錯 沒錯 後來我們才發現說 其實他的血糖 其實長期以來 就是一直控制不好 那當然他長期控制不好 跟他的這個口腹之欲 也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他開完刀 其實他當然還是不可能 就是像他數前這樣子 餓了兩三天來抽血糖 然後當然就是能吃 他就是還是盡量吃 對 所以當然就他整個血糖的波動 還是非常大 所以其實血糖如果 大概超過一百八以上的話 其實對傷口的癒合 就會有非常不良的效果 幫自己的身體作弊 實在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沒錯 還有一種小毛病 我們也會很希望說 比如說病人 如果今天感冒發燒 其實我們也不希望 你來開一些比較常見的刀 之前就有一個大學老師 一個女老師 她左邊有一個葉狀肉瘤 大概六公分 在那滾來滾去 我就跟她講說 這個還是開掉比較好 因為六公分其實已經有點大 開到當天 其實她就有點感冒的樣子 對啊 我就跟那個住院員講說 那你問她一下 要不要改天再改 她當然說不要 我如果已經親好架了什麼 她說不要不要 她說她沒有那麼嚴重 我就問那個住院員說 她有沒有發燒 她說當下糧是微微的而已 我說那我們明天再看看 如果明天真的有燒的話 就要跟你說Sorry 然後就真的不行 就隔天 那護理小姐就打電話 拉開在房間問她說 楊醫師那個病人 現在三十八年級 可以開嗎 對 我就說當然不行 然後那個病人在旁邊 她就聽到 她說 她就說 你幫我跟姜醫師講 我沒有很不舒服 很好 我現在沒有怎麼樣 而且我體溫本來就會波動 我體溫本來就會波動 可是病人一直堅持 然後我就跟那個護理小姐 我說那不然這樣好了 就是一個小時之後 你再兩一次 那如果三十八點五以下的話 那也許你的感冒 真的沒有那麼嚴重 那我們就開嘛 這句話被病人聽到了 一個小時之後量 三十八度 降下來了 開嘛 我跟她講 剛剛有去躺冰枕了 我講好了嘛 就三十八 一個小時之後 如果你沒有發燒 我就幫你開了 就開了 開完兩天之後 一樣發高燒 為什麼 在看 一樣 肺部感染 它本來就有些上污溪 吸道的感染 你開到 你開到的時候要麻醉 麻醉的時候 你的肺部是會塌掉的 所以如果你本來肺部 有問題的話 在那幾天 你肺部的感染 會變得更嚴重 不然你知道它為什麼 發燒會掉下來嗎 對 A給你退燒 然後量 量那一次撐過去 就繼續開了 這樣真的很危險 如果最嚴重的狀況 它會怎樣 沒有 你肺炎可能會在插管的 A可能會死掉的 也有可能變成肺炎了 對不對 它就是肺炎 已經肺部感染了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針對 同一種疾病 醫師真的會視你的狀況 會有不一樣的治療方式 雖然最終的結果 會達到一樣 可是也許會多繞一點路 可是都是為了你的安全 對啊 我就遇到一個 90歲的榮民老伯伯 真的來肌的時候 中氣十足 可是它其實是 出現半死去休克的症狀 它肚子痛 在家裡忍了一個禮拜 後來是急進膽囊炎 那個膽囊已經是 已經是發炎得非常嚴重 抽選發炎值度都非常的高 然後血涯也不是很穩定 那我們後來評估之後就是 那當然是要建議做進一步處置 可是這個90歲的榮民伯伯 它其實以前就是一個大岩槍 所以它有一個所謂的 慢性阻塞性肺病 這是一個慢性的肺部的 退化性的疾病 那所以我們當時評估完之後 你這個發炎的膽囊 我們會建議請放射殼 先做引流管 先做外引流的方式 先用抗生素 把你的血壓 把你的感染狀況給控制 相對穩定之後 未來再去處理這個膽囊 那伯伯一聽 我們解釋完之後 他就很霸氣 他說 為什麼要先放引流管之後 才去處理膽囊 不是本來就是直接把膽囊 處理掉就可以結束了 為什麼要 你看我現在也是好好的 其實它沒有好好的 它只是聲音比較大 後來找了外殼醫師 那其實評估 我們用了一些點滴 藥物之後 血壓慢慢回聞之後 因為病人就真的是非常堅持 那本來急進膽囊 也就是可以用手術的方式處理 所以後來他就去開刀了 那他開刀 整個過程外殼醫師 其實把它處理得非常好 那個膽囊也是很順利 就是把它摘除掉 那但是這個伯伯其實 在急診的時候 病況就不是那麼穩定 所以他當時推到恢復室 其實麻醉科醫師 才幫他把氣管插管拔掉 那因為他肺部的狀況 他有身體非常虛弱 他很快的又馬上傳起來 都還沒推到病房 就又被插管了 所以他後來就直接 轉到交互病房去 那整個住院的過程 就是敗血症 然後那個整個感染 身體就非常虛弱 反覆在感染 沒錯 後來這個管子真的就拔不掉 他就幾個禮拜後就氣切了 他醫治其實都是清楚的 然後後來是因為 沒有辦法脫離這個呼吸 因為肺部退化得太厲害 又當時因為一個疾病 太虛弱了 對 沒有辦法脫離這個呼吸 最後就走入氣血這一步 所以其實得不償食 魏醫師我想請問一下 所以當病 如果醫生評估就是說 這個你現在的狀況 是不適合開刀 但病人就竟然說 我現在就是要開刀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開喔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模糊地帶 其實它這個 它這個當然 它的質量本來就是 可以選這個也可以選這個 對 但是我們會 依照我們的經驗 其實會建議你一個最好的方式 讓你的狀況是最穩定 最安全的 然後雖然達到同樣的目的 繞兒比較遠的路 但是事實上是比較安全的路 對 可是有的時候 是不是伯伯真的都比較堅持 現在高齡社會 其實開刀的很多都是老年人 有一個七十歲的爺爺 那他主要是血便 那血便後來大腸科給他診斷 就是在那個 伸結腸那邊一個五公分的腫瘤 那爺爺以前 從來沒有檢查過身體的 有腫瘤就收住院 也準備開刀 開刀 它的基酸肝 有一個尿毒指數 那基酸肝正常男孩子在1.3以內 到5點到6 糖尿病到6就可以洗腎了 已經很壞了 那更危險的是一個 甲離子5.5 我建議外科是說 你最好是可以先把它洗一次腎 把甲離子洗掉 尿毒洗掉 知道尿毒高的時候 凝血功能也不好 傷口也不好 手術失敗率又很高 那我就跟他講要洗腎 那你覺得七十歲爺爺 會不會想洗腎 然後他打死 他都不願意洗腎 不願意洗腎 可是他已經收住院了 那家屬說 不然就跟那個主治醫師講說 不然我們就冒風險 我們願意冒這個風險天通 那他還是到常開 就這樣進行 那結果進行完 果然很慘 第一個是不大容易擰血 他一個引流 一直血一直止不住 第二個隔天就突然 血壓開始掉 他們想說其實血沒有流那麼多 為什麼掉血壓 掉血壓不行 我有看電影 你這樣很危急 危險 對 那叫休克 那叫做新音性休克 因為坦生一些心率不整 他們電擊完之後繼續跳 因為要把甲離子弄掉 所以我趕快就 這個一定是 先把甲離子弄掉 先緊急洗腎 還是緊急洗腎 結果還是洗了 可是因為他這一次 新音性休克 其實經過這樣處理 他腎功能衰退得更嚴重 這一次就真的就 真的要 腎大代表來就長期洗腎了 所以如果照原來的安排的話 有可能只是手術清一次 只是洗一次腎 然後手術完之後恢復了 他就不用洗腎了 對 所以那個其實 醫師都是會為病患著想 要怎麼去一個安排 到底要不要先洗腎什麼 事實上 我們都經過一個團隊的評估 還是要接受醫師 這一定是一個最好的結果 沒錯 醫生講的話真的要聽 如果心中真的有疑慮的話 頂多就多問兩題嘛 對不對 問到你放心為止 好 不過有的時候病人 他有時候對數字會很敏感 對不對 是不是有很多病人 會有這種狀況嗎 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醫生說話的方式 你講的意思是一樣的 可是卻會影響到病人的決定 會影響到病人最後的癒後 我之前當那個總醫師的時候 因為總醫師我們要看 急診的照會嘛 那天晚上就被急診扣抠下去 七十幾歲的阿公 肚子很不舒服 到我們醫院急診室 被他的家屬送來 旁邊站的是他兩個兒子 加上兩個女兒 還有一個阿老阿嬤 是他的太太 那時候我們幫他抽血 阿公的白眼球六萬多 正常人就一萬 那就六萬多 那高很多耶 血壓不是很穩定 阿公就是在叫肚子痛 可是其實你摸起來 並沒有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什麼附膜炎 其實電腦斷層做進去 也沒有很明顯的變化 但是因為他臨床的症狀 這個阿伯應該是腸子中風 就是腸子缺血了 所以有一段腸子 可能會再次在黑掉 可是因為還在比較初期 所以沒有很後期 所以電腦斷層照不出來 但是這種情況是建議 要早點進去開到的 把那一段缺血的腸子 把它弄掉 你等到它很嚴重的時候 你本來整個是黑 三十公分的腸子 你如果拖五個小時 六個小時再進去開 可能是黑一公尺的腸子 甚至一一公尺的腸子 那就差很多 所以要搶時間 但是我一看他阿公 他的過去病實好多喔 心臟也不好 腎臟也不好 身體它又是個老顏腔 身上是重要的器官 功能都爛爛的 微說還亮亮 而且一堆的內科的藥在吃 那時候我就跟家族講 我就說 因為這個 我跟主治醫師報告 主治醫師說就建議他開刀 但是叫我跟他講說 這個魚肉很差 就是要拚 問他要不要拚 我就去跟他講 我就說 那個女父親 這樣的狀況很危急 大概只有開刀可以處理 但是這個開刀的成功率 大概不到一半 有五十% 那個主治醫師一直交代我 一定要跟他講清楚 這開完可能會死 因為這個要先講清楚 對 就是說你這個開刀非常危險 成功率可能不到一半 然後這樣有一天就緊張 一半 那是多少 那是多少 我本來就想說 講的不到一半差不多 他就想說 你一直這樣逼我 就說那其實 我們臨床的經驗大概就 頂多三成 頂多三成 講得很保守 結果家屬一聽就說 開十個活不到三個喔 七個他都白開啦 那不是我幹嘛要送我爸爸 最後一刀 後來就不開了 他們就決定不開 阿伯 就是大概七個鐘頭之後 就死掉了 其實三成對我們外科醫師來講 我覺得沒有那麼的低 你知道 我覺得那麼低 因為我一直忘記跟他講一句話 你不開是絕對死 你是百分之九十九會死 所以你現在就換成這樣 我現在都倒過來 我現在這種腸中瘤的病人 如果病人的狀況不好 我都先跟他講 那個病況很嚴重 如果你不開到的話 大概百分之九十九會死 可是如果我們願意拼一次的話 真的 這樣講感覺差很多 而且你不覺得 在那個情況之下 大家只要是不好的都會放大 如果是講成功機率 所以你講九十九%會走開啊 對啊 我就先跟你講說 你不開 九十九%會死 可是你開 我們還有三成機會喔 我最後還發現這樣講 病人都願意開 可是我跟你講 病人 老實講 因為我們都不了解嘛 太多不了解這些專業的事情 所以醫生口中講的 陳述跟趴數 真的會嚴重影響到 我們的判斷 但是朱醫師遇到的是 比較有強迫症的病人 對 我遇到的 我還記得她是一個 女的國中老師 老師其實相對來講 生活的大小是 其實是比較嚴格的 比較自律的 相對於其他的行業而言 因為他們其實就是 每天都是 就是以身作則的 做好榜樣 所以她一直對自己就是 也是非常的嚴格 那她有糖尿病 對於自己的血糖控制 一直都有很強烈的要求 因為醫生跟她講說 你的血糖最好是 控制在大概120左右這樣子 這一次她是 因為就是外傷 然後來開刀 那但是就有一次 有一次她的血糖 就是在术後的第二台 是第三天的時候 就測到一次150 那事實上150 當然你說她是很正常也不是啦 雖然稍微高一點 但是對於术後的病人來講 本來就有可能會因為一些 發炎的反應啦 然後因為一些壓力的狀態啦 所以血糖稍微高一點 所以在醫生的角度看起來 其實是還可以接受的 還可以接受的 其實在我們术後 大概你在180以內 其實都還是可以接受的啦 可是病人自己不能接受 突然的狀況 但是病人就無法接受 他就很生氣說我的血糖 從來都沒有超過什麼120 對 她來說 好像有點考試不及格的感覺 對 她沒有辦法接受 她就要求 那個時候是晚上 我還記得 她就要求那個時候的 因為晚上通常都是 比較年輕的實習醫師啦 住院醫師啦 在照顧病人嘛 在處理一些臨時的狀況 她就要求那個時候的醫師 一定要給她打胰島素 那基本上150 實在是沒有什麼好打胰島素的啦 那但是 但是病人就是強烈要求 你不能不處理它 因為它一直吵一直吵 然後一直就說 那如果我因為我這個血糖 多了這個30 如果導致我的傷口癒合不良的話 是不是算在你頭上 他就下了一個醫主 他就說好 那胰島素就打兩個單位 其實兩個單位是 幾乎是很少很少啦 幾乎打這個 實在是沒什麼太大的意思啦 結果殊不知 其實他的這個 他這個病人 其實他的糖尿病 不是那種很後期的 他的其實他的胰島素抗性 還不是那麼的嚴重 打了兩個單位 他竟然出現了一些 低血糖的症狀 那事實上 那個時候測血糖 確實是稍微有比較低 大概七八十左右 但是他真的出現了一些低血糖 就是有一點心急 對 不打還好 不是那麼舒適啦 因為頭有一點暈這樣子 還不到生命危險 但是就是不舒服 所以後來還是請他就是 就是補充了一些 就是巧克力啊 一些可以含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稍微再把它吃回來 好 王醫師這邊的病人 是在意什麼數字呢 對 有個病人喔 現在他看我的時候他很好玩 他拿一個要說 王醫師你可以開這個神藥給我嗎 我說什麼叫神藥 然後說你到底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在十幾年前 他的高血壓是我診斷的 診斷出來之後 我有開藥給他吃 那吃完之後 他就跑去醫學中心 你知道他覺得 醫學中心醫生 幫他照顧得比較好 說真的 他真的叫數字控 因為醫學中心醫生告訴他 他的血壓就要控制 一百二以下 七十多 那這十幾年來 血壓都控制得很好 那他前上個禮拜 他一兩血壓一百二十二 然後差不多七十八 他開始緊張 緊張之後 他開始休息幹嘛 然後發覺沒有下來 一直往上慢慢爬 然後他爬到一百三的時候 他就擔心 他可能要出問題 要中風了 他就跑去急診室 因為急診室一兩 一百四完之後 醫生請他在休息之後 因為急診室很吵 所以他去醫學中心 去那個走廊 全都是病人的醫學中心 然後看到旁邊的人都很 在一層之後 一兩 一百六 就是在一開始很擔心 太緊張吧 太緊張 急診室的醫生可能 就給他吃一些醬血的藥 好 慢慢安慰他 好 等到隔天 稍微到一百四左右 就請他先回去 因為這種病人說來 在流關下去 其實就要他不符合 減傷分類 他就跑回去 回去之後不到兩天 他又開始量 又開始高 又去一趟 好 就又這樣 又完了一趟之後 又回去 又落兩天 又一趟又回去 終於那個急診室醫生講說 這樣好了 我幫你掛一個我們的醫生 就掛了一個主任 主任看到這種Case之後 就是說 就從抽離裡面 拿出一顆藥 請他先吃 吃完之後外面坐著 等半個小時 就半小時一涼勒 真的就出現118 病人就很高興 就想說 那你說這個神藥好像沒有 他說好 我再開兩顆神藥給你 你就回去 有狀況吃 吃完之後 你再回來 結果病人回去 不到兩天就把神藥吃完了 吃完了 他就想說 這種神藥 大概加一顆醫生 應該都看過 結果他一看 很簡單的一個症靜劑 對 對 就一個症靜劑 那問題是 為什麼他的血壓會升高呢 因為一個禮拜多之前 他的孫子從美國回來 人太興奮 阿嬤很久沒看到孫子 然後想說 人一興奮 他規律都有兩血壓 血壓一升高之後 弱一個什麼循環 就更緊張 我常說 其實很多病人的病是 惡性循環 當他處在這個惡性循環當中 久了結果就要去掛急診 那這個時候只要給他一個藥 讓他把這個惡性循環給阻斷 對 他後面的問題 就會慢慢回復正常 對 病人需要的是神藥 他只要聽到這個 就覺得一切都好了 問題是現在安慰劑 如果你給病人 B群或C的話 會被病人罵得更慘 你不能讓他發現 對啊 其實我們當醫師 當然當久了之後 病人就要坐下來 我們跟他聊了一下 大概可以判斷 他的個性基本上是如何 比較焦慮緊張的 你的解釋就要輕鬆一點 那比較神經大條 你要把它講嚴重一點 這個這樣才是正確 那我先講我這個案例 他不是老師 他不是老師 那他是軍人嗎 上班族 六十幾歲的男性上班族 那他最近就是幾個狀況 一個小便有一點顏色比較深 那我們幫他檢查一點血尿 另外就是 頻尿 然後小便會滴滴答答 晚上一直起來上廁所 他大概六十幾歲 大概就是攝護腺肥大 可是我幫他抽了一個 那個攝護腺的一個腫瘤指數 是高的 那我就剛才就轉到咪尿外科 我覺得這已經是 咪尿外科一定會收住院去開刀了嘛 那因為上癌症一定要開刀 結果他不久又來掛我們 我說你怎麼沒去開刀 他說他的醫師跟他講三個數字 那這個三個數字 第一個 他講說開完刀之後 大概有千分之一的機會會尿失禁 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很小 可接受 然後接著他講第二個數字 大概有百分之十到十五 會產生那個揚尾勃起功能障礙 十到十五百分之一 這嚴重喔 對耶 這都接受 三五到九成好像還可以啦 後來第三個數據 徹底把他擊敗 他說百分之百會產生逆行性射精 哇 什麼意思 百分百逆行性射精 是什麼意思 你們聽到這個會不會很害怕 聽起來很可怕 很害怕 感覺還是可以啊 字幕上聽起來 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這感覺換一種方式 達到目標的 我解釋一下好 逆行性射精 我們當然勃起到最後射精 一定是一些擴躍機的收縮 直接把精蟲精液整個射出去 可是他因為那個內擴躍機 經過那個我們講 攝護腺的一個切除手術之後 他的內擴躍機一定會受損 所以他射出來會往膀胱射精 所以他經往膀胱射精 對 可是他還是可以勃起 他還是有高潮 但是沒辦法射出去 所以沒辦法懷疑 對 因為他應該也生完小孩了 對 他就是不能生產 對 但是他事實上 他還是可以完成性生活 我們這樣解釋 當然就花一點 他就可理解 可是病人真的很難接受 是要百分之百逆行性射精 我覺得他最不能接受 應該是那十到十五 這個案例滿悲慘 然後後來還是不願意接受這個射 他明明是癌症 還是不接受手術 兩年內就骨轉移了 後來就過世了 所以這個我就要講說 其實現在包括達文西手術的 那個進步 包括連那些什麼神經受損 然後我剛剛講勃起功能 那機率都大大降低了 事實上還是要接受正規的治療 對 不過真的還是有很多人 可能太害怕開刀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很多人在真的中病的時候 是選擇另外一種療法這樣子 哇 真的聽得很可惜耶 真的 對 我們這個數字也是影響 要不要開刀 好 我來講一個案例 就是有一個先生 一個老先生 他來住院是因為他吐血 吐血之後來住院 收拾住院之後發現他有肝硬化 他本來不知道是有肝硬化 然後他有靜脈曲張出血 這是一個肝硬化的併發症 除了肝硬化之外 他發現他有肝癌 他肝癌有三公分 他有三公分的肝癌 也有肝硬化 然後他就等於算是個 失常性的肝硬化 可是肝硬化比較嚴重了 其實現在這樣子做 做最好的治療 是換肝 不是說只是把那個肝癌切掉而已 因為他本身其實還有一個 肝硬化的問題 所以直接去換一個新的肝臟 是最好的 可是有個問題就是 換肝 我們健保建議是在七十歲以下 這個阿伯就是 他就才差兩個月 才差兩個月就超過七十歲了 所以說他要換的話就是趕快 所以兩個月趕快做決定 阿伯這樣只要健保給肌腹 他早期是這樣子 現在沒有那麼硬性規定 現在如果真的超過七十歲 你身體很健康 他真的不會是阻止你換肝 不過當然如果你要去等 等那些別人捐的話 排序就會比較後面 所以他就有這個困擾 然後他就是怎麼說 因為你這麼短的時間內要換肝的話 當然最容易還是家人捐 家人捐他就其實有三個女兒 三個女兒的話 最大的就是體比較胖 體型不太適合捐給他 他的肝臟也有脂肪肝 也不能捐給他 老二的話其實才結婚一陣子了 然後小孩是念小學 他爸爸就體恤 女兒這個時候還要顧家庭 在這個時候叫他捐肝 他又於心不忍 最小的才剛要結婚 剛訂婚有男朋友了 那其實正準備要結婚 又沒有結婚 像這樣的情況下 他也不希望最小的女兒 來捐肝給他 他想說這個就要嫁人 那最後又開刀又傷口 他又覺得對富家 好像交代過去 其實這三個小孩都很願意捐 但是他就是一直在猶豫 可是他這個爸爸就是 問題是 問題就在這邊 就是他如果再等下去 超過七十歲 他也等不到捐的肝 對 主要是訂這個七十 主要是因為他恢復很慢 真的我們 就換肝是一個大工程 七十歲之後 你好像再吃抗排吃藥 然後再去做恢復 其實元氣也會比較差 所以他自己在猶豫的一部分 也是因為怕手術的成功率這樣這樣 選擇就是都不接受 都不接受 對 但是因為這樣子選擇 他當然最後就 他一路就變了 他大概差不多到半年多 他一些併發症就出現 那人就走了 那這樣家人也很難過 好 那講到這個數字 我相信在急診科 是更緊張的 對 因為我們急診科 就變成是分秒必增 所以其實有些 數字上本來就是會斤斤計較 或者是處置的時間 那我 舉一個腦狀瘡的個案好了 我們腦狀瘡大家都知道 黃基三小時 你可以打血栓溶解劑 那我們知道 你腦狀瘡是一種失能 對急診師醫師來說 假設這個病人失能呢 其實不只是他自己 沒有辦法生活 他可能還要陪上一個家人 來照顧他 所以是影響到一個整個家庭的 所以治療對我們來說 還有時間的抉擇 是非常關鍵的 那這個血栓溶解劑 當然也有它的副作用 我們要把血栓溶掉 它的副作用就是出血 那其實血栓溶解劑的出血機 大概就是100個裡面會有6個 大概就是6% 但是你如果不用血栓溶解劑 你是才傳統的口服的 抗血栓溶解劑 大概就是千分之六 那我遇到的先生是這樣 他60歲 那在晚餐的時候 吃晚餐的時候 拿碗忽然沒有力氣 碗摔下去 那開始就慢慢講不出話來 那就在這當下 在大家的眼睛裡面發生 所以他兒子很快 把他送到急診室來 所以其實他到急診的時候 不到一個小時 是完全在時間內 而且我們評估他沒有一些禁忌症 他是絕對可以打的 那你打的這個血栓溶解劑 其實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也就是有38%的病人 他其實是可以 恢復到生活治理的 那後來我們會診的腦神經內科醫師 就開始跟兒子解釋 那這個兒子其實有一點點焦慮 那兒子就開始問了 那打這個血栓溶解劑 有沒有什麼副作用 他說有 副作用是腦出血 那 副作用是 就是腦出血機率是傳統的十倍 他兒子一聽到十倍 他覺得怎麼這麼 比例這麼高 那事實上我們回歸數字 它是千分之六 和百分之六的差別 結果這個十的數字 一出口之後 這個兒子開始容易了 所以他說我要考慮一下 我要考慮一下 所以他開始把他的媽媽 還有 散在各地的兄弟姊妹 想要聚集在急診來做討論 對 結果就這樣子 一等時間就超過 時間就過去了 超過了 最後還只用了傳統的療法 到醫院去住院 其實非常的可惜 所以其實老師說 只是一個說話的方式 對 如果當時我們的解釋方式 是會說 你用這個藥物 有三分之一的機會 你會成功 對 雖然它會出血 但是一百個也只有六個 對 比起你的失能 其實好處是大於壞性 對 好 所以今天整集聽下來 我覺得就是 真的要相信專業 那有的時候 因為我們真的基於不理解 所以有時候心裡 可能還是會有點擔心跟害怕 那我覺得就可以 多掛兩個醫生 有沒有 聽聽不同的醫生的說法 之後再做最後的決定 對 而且我是覺得 不管怎麼樣 就是真的要固定地做健康檢查 健康檢查 那所有的報告出來 就是非常誠實的這些數字 就是要去接受它 就是善待自己的身體 好好保持自己的健康 沒錯 今天謝謝我們六位好生醫生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